阿修羅 阿修羅在今天開機又可以再減個15公斤 因為他之前在我們球隊的時候 其實就是進入到比賽季之前 他的我覺得體能狀況並沒有控制到非常好 莊德斯旁邊說 兄弟我們兩個膚色其實差不多 ACP108打敗了戰神 阿修羅再抓進攻籃板強行來攻打霍師傅 阿修羅 從過去對於阿修羅所熟悉的地方 他身份來看球 因為老婆是台灣人 對 過去波拉也有打過攻擊 哎呦 哎呦 一揮 玻璃菲 好 許阿修羅過去這個 在LOPOS有了手上的快攻 打動作之後丁冠浩切入禁區 再交給阿修羅 哨音響 更灌速在工程師的今年球季的進攻當中 對 第二球也沒法進阿修羅 put back 放回爛框 有這個二三區域 阿修羅 然後再送到黎姓寬的手上 標進了三分 對 他如果守不出來的話 會是在防守端方面 他自己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但是 為什麼灌圈 再回 幹奶梨先生外線的輸出短 暗生電台 對 鑽美於錢 對 收訊也不能受影響 對 克拉 推他兩下 起身的出手 沒進 LOPOS 力氣 放到觸擊人 所以球也掉了 阿修羅 轉身 好球 強勢攻擊籃框 LOPOS 好 哨音再響 阿修羅要站上滑球線 對 霍師傅 霍師傅真的厲害 阿修羅明顯比他高大 但是籃板就是霍師傅的 對 兩個肌肉棒 高國豪的出手沒進 籃板球阿修羅抓到 看起來交給高國豪 沒進 獲利飛 哎呀 過得不誤 國豪第二段加速到進去有點危險 發生失誤了 高杰偉拿到前面有一個快鐘的機會 林信邦非常厲害 國豪可以攻擊了 對 中距離的跳投 偏掉 被阿修羅抓下籃板 應該還會有再一波的攻擊機會 看看高杰偉到進去 這個助攻 好成功 啦 比賽時間還有差距喔 現在剩下5秒鐘 高國豪前入 阿修羅 師傅 沒接好 發生了奶油手 這樣子比賽要結束了 沒有想到 雲豹是克服了上半場 22分的落後演出了 雲豪 李製薯 順利 李製薯 王 李製薯 李製薯